文奇两周的暑期英语辅导娱乐营的课程 在上个礼拜画下了圆满的据点 其实推动这项活动主办单位 包括了新北市教育局还有文教基金会 在结业室当天也到场验收了同学们学习的成果 然而面对活动的结束 也让所有参加的志工同学们 因为这些日子课程的相处搭起了友谊的桥梁 一想到要离开大家还真的是有点不舍 一场暑期英语辅导娱乐营的学习课程 牵起美国和台湾孩子的勤奋 尤其围棋两周的营队即将画上句号 却看见两边孩子的成长 台湾孩子英语进步了 海外游子则是找到家乡归属感 借这个机会除了邀请家长共同来参与以外 我想我们这样的一个营队活动非常特别的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每个孩子都不再怕英文 也能够在语言的学习中学习 获得非常多的一个乐趣 过去三年来我们的这个共同的合作 达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境界 我们看见两国的孩子连在一起了 我们看见这个族裔所要能够整合交融的机会 在这里呢真实的发生了 当然更重要在这个教育的面向上头呢 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中文进步了 你们的孩子英文进步了 学了怎么照顾别人 每天晚上四晚晚上后我们还要备课 准备一下明天的课程 确定我们全部小孩会好好的学习 所以我也学了怎么先想 先想别人再想自己的 就是帮助别人 然后才可以想到自己的需要 你会害怕英文了吗 现在的话就不会 可是一开始的话有点会 为什么 不会那时候英文没有很好 那现在呢 现在英文有进步了 所以我有点不会不太会了 所谓进步是在听还是在说呢 听跟说都有 十四三年下来的教育计划 已逐渐翻转学习环境 让大家都有公平的竞争力 未来可以走入国际 同时让华裔学子有贡献的机会 提升家乡孩子的语言学习力 这代表着呢 国际教育以及国际交流呢 正从这一代的孩子们 紧握着这个彼此的过程当中呢 继续往前走 那我想这是台湾的机会 更是海外华裔回归的机会 我们如果有机会 能够让国外的一个学生 甚至华裔的青年 能够回到这片土地 能够跟我们的孩子 共同来学习 我想这是国际交流 以及国际文化的一个认识上面 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不同于课纲教学 用生活化的方式 让同学对英语不惧怕 而且每年做课程调整 以让不少学生和家长们 都希望师父 这个利益良善的学习活动 可以遍地开花 对此共产士表示 为了下一代的教育 必当克服为孩子的未来做准备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